錄了嗎?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如果講平安了,也可以重錄嗎? 等一下再剪掉就好了 可以剪嗎? 可以啦!快點! 好奇怪喔!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 我是Mia 然後我現在要來講我十二月的感恩見證 然後就是在信主的這段時間 就是改變了我很多事情 然後到信主到受洗的這段時間 有一些很微小的事情 但是卻帶給我很多就是內心上的平安 然後讓我更有勇氣就是去面對 一隻一隻很大的巨人這樣子 然後非常感謝主 然後因為在工作的轉換上 我覺得一開始覺得非常的辛苦 然後也非常的不適應 因為原本就是之前的公司 是要坐著一整天 然後就是用腦用到腦漿都要爆炸了 然後現在的工作是要站著一整天 然後身手要變得非常的敏捷 然後就是覺得一開始跟老闆就是有磨合起 所以就會覺得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有非常多的抱怨 然後壓力也非常的大 然後可是因為我相信說 這份工作是神讓我找到的 所以就心情不好就禱告 然後禱告完之後就變得非常的有力量 然後我相信神一定會保守我 就是在這份工作上面 然後為什麼我會認定就是 這份工作是神讓我找到的 就是因為我們店裡面休息的時間 剛好是禮拜二 然後讓我可以到就是黑門山小組 然後真正家去聚會 然後我知道老闆的英文名字之後 之後就是有嚇一跳 因為他的英文名字是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 所以就那時候就真的有嚇到 然後 因為禮拜二會到黑門山小組去聚會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禱告只會跟神 就是說 你要保守我啊 然後會跟他要懂要息的 然後可是因為去聚會 然後就讓我學習到說 應該要多多的讚美神 所以就是在禱告的時候就是 會跟神講說 謝謝你讓我有美好的一天啊 然後謝謝你讓我今天很順利啊 就不是那種我要什麼我要什麼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感謝黑門山小組的姐妹 還有蘇華姐 然後讓我就是可以慢慢的成長 然後知道說要如何祷告 然後要如何去讚美神 然後很感謝主的是 因為這樣慢慢成長過來 然後也讓我就是工作上非常的順利 然後跟老闆也相處得非常好 所以非常感謝神 然後 然後 然後因為慢慢的祷告也使我 想法就是非常 變得比較正面一點 嗯 可是我想就是 應該不是 要有 神要幫助你很多很多 然後有很誇張的一些事情在你身上發生 才是神機 而是就是 嗯 每一天都會過得很快樂 然後內心就是非常的平安 然後我想這就是神給我們 就是最好的祝福了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